嗨,4月的购物分享,Let's go 现在说Lily Silk把他们寄给我了几件他们春季的新品 第一个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条纹的针织衫 有一点点海军风,又有一些些小乡风,Celine风 它是100%羊毛的,可以把它当做一个top 扣子是可以解开的,可以当做一个开衫 像这样的衣服在早春的季节非常的实用 可以把它当做通勤的衣服来穿 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姐妹喝下午茶的随便一个外搭来穿 都非常的实用的一件外套 而且这件真正事一点点都不扎 虽然它是100%羊毛的,我今天是贴身穿的 非常的轻肤,它的羊毛处理的非常的细腻 反正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再开头就跟你们聊一下我身上穿的这件 Lily Silk他们家在我的频道里边 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很多次 他们家就是以很高品质的材质出名的 这件也是100%真丝的衬衣 然后它的真丝是做这种雾面有颗粒感的 虽然它是白色,但是它不会透 还有就是它的袖口,花边前边领子这里 它是做两个飘带的 你可以把这个飘带随便在前面系一下 你也可以给它当做像围巾一样系在脖子里 根据你个人的喜欢可以做一些变换 也会感觉这件衣服有很多种穿法 当时在选这件衬衣的时候 我还选了一条西装裤 灰色窄腿的西装裤 它的材质摸在手里是非常顺滑 很细腻的那种羊毛材质 这个灰也是我还蛮喜欢的那种碳灰色 我觉得配刚才那件白色的衬衣就非常的通勤 虽然这条裤子的属性它是比较偏正式的 但是你可以通过搭配给你穿出来很多的可能性 如果你就配一件简单的T恤 穿这条西装裤脚上 随便踩一双白色的运动鞋 就会弱化这条裤子的正式感 而且我今年很喜欢灰色 就是我今年真的入了好多灰色单品 各种各样的灰色西装裤 就是宽的窄的我都买了 但这条我很推荐 它是那种小脚窄腿的西装裤 上身真的非常的修饰你的腿型 你的腿在这条裤子里边显得真的又细又直 大家可以从镜头里边先看一下这条裙子的光泽感 和它整个真丝面料的那种质感 真的超棒 我拿到手的时候超级惊喜的 时尚单品必须要有的就是一条白色的裙子 不管什么样的材质 我觉得一条白色的裙子 今年有很多的可能性的搭配 你可以把它搭配得非常的小女生 可以穿我刚才上述的那件白色的衬衣 你也可以给它穿的很休闲 就比如说穿一件卫衣 或者穿一件很酷的T恤 脚下随便踩运动鞋或者说你脚下随便踩一双小猫跟鞋 真的超爱 我拿到手试穿了以后我就非常的喜欢 这条裙子它是有点香槟奶白色 再加上整个它的光泽和它的材质 就会给你提供非常多的精致感 是一件西装背心 从去年开始这种西装背心真的非常的火 单穿也可以 底下配小T恤也可以 配衬衣也可以 它是羊毛和真丝拼接的材质 前肩这个地方的材质是100%羊毛的 然后它后边是100%真丝的 真丝上车真的非常的舒服 清肤冰冰凉凉凉 很舒服那种真丝的感觉 配我刚才的这条白裙子也可以穿 它们两颜色也非常搭 配我刚才说的那条西装裤也OK 这件衣服的颜色也挺百搭 调色就是在我们亚洲人身上会显得比较有气质的坨色 Lisop同时他们还给了我折扣码 如果你对以上我分享他们家品牌 哪件衣服比较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点开他们的官网 我会把它们的官网都放在我的information box里面 还有我的折扣码 大家都可以一步的新西兰去check一下 Skim他们家的小背心 我买了两件 一件灰色 一件咖啡色 夏天这种小背心就太好穿了 而且他们家的衣服 so far买了几件背心我都还蛮喜欢的 而且我都是遇到一个折扣买的 所以价钱我觉得也还可以 这件的尺码我都是买S码的 COS这几季的衣服 我都很喜欢 一条白色的休闲裤 哇这条裤子我预测啊 接下来一定会很火 因为它上车真的很好看 我穿都好看 但同时它又很舒服 还有就是它虽然是条白裤子 但是它不透 不用担心吃多了 扣子很累的问题 因为那是做松井的嘛 好看啊 如果你喜欢 还有你的马就可冲 COS我还买了一件T恤 就是一件咖啡色T恤 虽然是春天了 马上春天夏天了 但是这种叫什么来着 美拉德 是叫美拉德吗 踪踪咔咔的颜色 好像又很火 我当时买它 就是为了想要配这条白裤子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颜色 配起来很好看 还是COS的一件T恤 稍微oversize boxy形状的T恤 然后买是黑色 就这种百搭T恤 你出门不用想 拽一件穿着就能走 同时这件衣服的剪裁呀 材质啊 通过这些 会给你营造出一种 很精致的感觉 我的穿的第一思路 大概就是这样 又是一条裤子 这条裤子跟刚才 那个白色裤子型 有一点点类似 但是白色那条 比这条更阔型 更夸张一点 材质是亚麻的 而且这条裤子非常的轻 就是它上腿 没什么存在感 很凉快 很舒服 而且它这个颜色 我也很喜欢 我们来说 Sephora八折 我买了哪些 哦 首先 先感谢我的互联网闺蜜 如果没有它 就没有我今天的这一期 Sephora开箱 近些年来 我觉得彩妆 没什么太多的需求 也没怎么买了 我都一两年 没有怎么在Sephora 好好买过东西了 然后突然有一天发现 我已经不再是VIP入制 Sephora已经把我抛弃了 所以他们的 这个VIP入制打折 我就不在里边 就我的互联网闺蜜 就是非常的靠谱啊 迅速给我发了一个 八折分享 然后就谢谢你 谢谢你 在这里真的很感谢你 其实我这次也没买很多 就有几样 是我一直很长草 想要试的 先说这个底妆 和这个散粉 是我今天已经拆开来用的 就是我今天脸上的这个粉底 就是这个叫做House Lab 就是Lady Gaga出的这个粉底液 我的肤色 黄100和中性100都可以用 大差不差 在网上做个功课 我看大家都推荐 这个030这个色号 它会上脸有一些提亮 我觉得还蛮贴合我的肤色的 就我上脸今天第一天试用 我觉得还不错 这个粉质真的非常的细腻 它会瞬间抚平你的毛孔 会显得你的皮肤状况 这让它健康很棒 今天我是第一天试用啊 我也才上妆一两个小时 所以没有太多的发眼权 但是so far so good 这个one size的正妆 三分真的好大一个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小的 想说试用一下 我的定妆习惯呢 我只会定我的额头和我的侧脸 因为侧脸有时候经常会蹭啊碰啊 so far so good 定妆也是那种一秒摸皮 粉很细 是一个回购 为的这个发油 这个发油真的超好用 我很不喜欢很厚重的发油 就感觉你好像刚洗完的头发 会变得很黏腻 我喜欢那种很轻盈的发油 同时又会给你头发增添一些光泽感 这个就是这样 非常的清爽 就是你在抹完头发之后 你的手都不油的那种感觉 它是有一些些很淡淡那种花香味 可能我很喜欢 只要so far 打折我必买的 EC精华 两根眉笔一根是贝林飞的 我买是二号色 跟我的发色非常搭配的颜色 就算是一个回购吧 哦我买的好像是极细款的 不管 反正就是眉笔嘛 Sephora 它们自己品牌的一个眉笔 这个我没买过 我是看有人推荐 而且它价钱很花 所以我想说买个回来试一下 最后就是三个唇蜜 都是Sephora它们家最近超火的三个品牌 我就说买回来试一下吧 打折嘛 一个就是Summer Friday 它们讨论度最高的一个唇彩 然后我买了颜色应该叫Vanilla Beach 也是它们比较火的颜色 就是柜台上基本上都是断货那种 要在网行订的样子 大概是这样 一个这样子的 这我觉得都要上嘴试嘛 也没太多的颜色 Z这个颜色叫做Deep 有一个颜色还挺火的 但是断货了 所以我就随便挑了一个 就这种裸裸粉粉的颜色 我估计跟这个Vanilla Beach 可能上下颜色差不多吧 还果真差不多呢 你们能看出来它俩区别吗 其实看不太出来吧 上面这个Vanilla Beach 底下这个是Deep 从管身上来看的话 也差不多 Tower 28 哇塞 它们三个颜色 真的是没有任何差别 我来凑近一点吧 第一个颜色是Vanilla Beach 第二个颜色是Deep 第三只颜色是Tower 28的Casual 我暂时没有太多的形容词给它们 就是买回来尝试一下 因为最近这样子的唇部产品 真的非常的火 彩妆呢还有两个是Merit的 Tier联系我 然后送给我的两只 今天要来聊彩妆 顺便跟大家试一下色吧 新出的那种雾面口红 我看他们家的讨论度 在Servar也非常的高 一个叫做Power 一个是Classic 就是这两只口红 就外包装挺好看 这个Power 就是一个冷掉的正红色 就是冷掉的大红色 然后是这只Classic Classic就是很日常的裸粉色 有一些些灰掉 四双鞋子 两双小朋友的 两双我的 先来说两双小朋友的吧 耐克的一个小凉鞋 这小凉鞋也是个回购 就是去年夏天我给它买了一模一样的凉鞋 它穿了一整个夏天 非常好穿 就是它是个魔术贴的 很好穿脱 也非常的轻 重点是这个鞋非常的耐磨 采海水呀 采湖水呀 采雨水呀 采沙地呀 泥地呀 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 这双鞋都非常扛大 脏了拿就水龙头上随便冲一冲 材质的原因非常的素杆 又好穿又耐造 但是价钱我觉得就是很经济实惠 又挺好看的 就是它特别是长这样做的 New Balance 其实没想要买鞋子 因为它最近脚上的鞋子有几双 然后我想说穿小的再买 但我实在是对这双鞋子的美貌 我没有办法挪动脚步 就是这双鞋实在太好看了 然后我说买了吧 我有一双同款 但不是这个配色 我是一个淡蓝色 就很好穿 这双鞋子就很舒服 然后它除了这个小朋友版本的 我真的是走不动路 这个鞋子夏天穿有个好处 它是弄网面的 就非常的透气 因为我有过 所以我知道这双鞋上脚的这个脚感怎么样 就小朋友穿应该也是会很舒服的一双鞋 最后是两双我的鞋子 这双是New Balance 这双鞋也是一双回购 1906型号 我之前有一双 就是去年回国的时候 我妈给我买过一双黑金配色 那双鞋我穿了一整年 真的太好穿 只要我穿那双鞋拍照 就会有人问我那双鞋的型号是什么 前两天逛网站的时候 发现他们又出了一个新的色 我就给买了 就是这个颜色也是很百搭 随便穿都好看的颜色 那双鞋其实它有黑色的原因 才是有一些挑上身的穿搭的 然后我就想买一双浅的颜色 就是不用想怎么配都好看的 这双真的必演入 如果你最近在找一双运动鞋 好看 百搭 又极度舒适的鞋子 这双鞋真的没得跑啊 白色 拼 银色 然后它这个字母的边 有一点点那种墨绿色的鞋底 和它这个后边 也是有一点点绿色的这种搭配 跟我今天分享的这些衣服 每一件都能搭在一起的一双鞋子 最后来说一双Chanel 其实这个我在我的Vlog 给你们开箱过 经典款的这个魔术贴的凉鞋 这个凉鞋其实我已经想要好几年了 就每到夏天 哦 对了 如果你想买他们家的凉鞋 一定要在春天买 或者冬天你就去买 因为在夏天的时候 根本买不到你的号 每年到夏天都想买这双魔术贴 但是一到夏天 就根本找不到我的号 所以我今年就学聪明了 我今年就在春天就跟他们订了 一下就到了 小感还不错 然后我买的稍微偏大一点 我就穿上还蛮舒服的 光脚穿 配袜子穿 配裤子 配裙子 都还挺好看的一双 喜欢它好几年了 终于给它买回来了 对了 我买的这个皮质是小羊皮的 我看有那种颗粒感牛皮的 那个鞋应该更抗躁一点吧 不知道 这个我还没穿过 这双鞋等我穿一穿 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穿后感 so far 我很喜欢这双鞋 我朋友说这双鞋 跟我前两天买的爱马适这双拖鞋很像 不管 反正就是都要买 以上呢就是我四月的购物分享 希望你们还会看得开心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